2020年12月12日 現在全世界有3,772萬多個確診 增加了2707百多個 看樣子就是明天或日 全世界的確診數目就會達到4,000萬 死亡方面全世界有108萬1千多 增加了3,700多人 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就是印度 現在增加了6萬7千多個 去到711萬9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800多個 去到10萬09千多 美國增加了4萬個新增確診 去到798萬8千多 看樣子就是明天就會超過800萬個確診 死亡方面增加了315個 去到21萬9千多 法國增加了1萬6個新增確診 去到73萬4千多 俄羅斯增加了1萬3千多個 去到129萬8千多 死亡方面就是增加了143人 英國增加了1萬2千多個新增確診 去到60萬3千多 阿根廷增加了1萬多的確診 去到89萬多 以上6個國家 新增確診數目都是超過1萬的 然後 哥倫比亞多了8千5百幾個 比利時多了將近8千個 荷蘭多了6千3百幾個 意大利5千4百幾個 荷蘭多了4千4百幾個 等等 天一說 8 數 3 4